人稱荷蘭的特朗普 荷蘭極右派政治家基爾特·威爾德斯 在星期三11月22日的大選中 帶領他的自由黨取得重大勝利 渴望成為荷蘭下一任的領導人 荷蘭星期三舉行四連一度的國會大選 威爾德斯的自由黨在國會150個席次中獲得35席 領先競爭對手 前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佛蘭斯蒂密曼斯的 工黨六黨聯盟10個席位 威爾德斯在首度回應中表示 我們必須找到方法來實現選民的希望 讓荷蘭重新成為第一 他並補充說 荷蘭將會歸還返給荷蘭人 庇護潮和移民將會受到限制 延遲辛辣的威爾德斯長期以來 一直是荷蘭國內外最知名的議員之一 他的民粹主義、反移民政策 以及一頭看來漂白過的金法 被人經常拿來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相提並論 他無數次受到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死亡威脅 曾因侮辱摩洛哥人而被定罪 英國還曾禁止他入境 威爾德斯在2014年的一次競選集會上 帶頭高夫口號 當時他詢問群眾希望有更多還是更少的摩洛哥人 在支持者高夫更少後 他回答說我們會解決這個問題 隨後他因煽動針對摩洛哥裔的歧視和仇恨言論而被定罪 2021年當最高法院判決維持他的罪刑是 威爾德斯表示他是獵巫和破碎法律體系的受害者 他過去曾發表過強烈的反歐盟言論 為了選舉已經緩和了他的言辭 因為他須與親歐盟的政黨合作組成聯合政府 不過威爾德斯堅持反移民荷蘭至上的立場 為他的自由黨贏得到17年來最大的支持 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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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